最近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 其中一位入围歌手魏如轩 最近出版个人图文创作集《炎花》 晋升作家行列 魏如轩说书中的101篇作品 累积了她对生活的观察和想法 记录了她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 曲奉多元身陷特殊的创作歌手魏如轩 出版第一本图文创作集《炎花》 总是喜欢大笑的她 借着画图跟书写文字 跟有时也会不快乐的自己 进行沟通 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会有难过的时候 我很希望透过书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创作 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 不开心或是忧郁的时候 《炎花》中的短篇文字 手绘图像都出自魏如轩之手 她全程参与图文书的设计 把她在生活中的观察 生命体会的感触 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 用文字跟图像表达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梦的人 所以我会把我梦里面的 我自己很有感觉的画面画下来 跟用文字写下来这样 习惯用图像思考 然后转化变成创作的音乐 《泡泡》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泡泡》其实是 那个时候花吃了那女孩 那个时候她们先有了动画 导演跟我讲了故事之后 然后陈建齐就写了曲子 然后我就把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把它变成文字 插画家好友马来摩 也特别站台支持 称赞她的画风很有特色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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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听得到 晚安 晚安 好想听你说伤话